女人开车时想要接电话 可下一秒 她亮亮呛呛站起身 只是朝着车里看了一眼 便不发一眼朝着远处跑去 女人有些不明所以 但出于担心男人的身体情况 她还是跟了上去 额头不停有血液流出 安妮想要帮助可却遭到了拒绝 见到男人迟迟不答话 她还以为是自己把她撞出问题了 安妮家就在附近 她匆忙取了医药箱 并吩咐女儿打电话给医生 可刚走出门她就发现 男人竟也跟了过来 倘若无人地看起了安妮种的果树 她坐姿端正地吃完了食物 安妮想要为她擦拭伤口 可都被她躲闪过去 没办法她只能交由男人自己处理 此时外面响起惊雷 心善的安妮决定让她在这里留宿一晚 杰克一只手不停地触碰排灯开关 一只手操作着电脑 对于安妮说的话并没有理会 她尴尬地拿起一本书回了房间 心想男人的脑子肯定是被自己撞出问题了 但她哪里知道 杰克这个看似行为举止怪异的怪人 其实是一位国家都要抢破头收入的天台 此时就正有人在满山遍野地搜寻她 第二天安妮的两个孩子下楼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家里的东西被马放整齐看见一尘不染 很快用了早餐 安妮将她送到了火车站 自己则去了旁边银行办理业务 可刚坐下没多久 杰克就又跟了过来 他没有想去的地方 安妮敢他不成只能留在身边 走进办公室就与负责人吵了起来 原来安妮的生活并不如意 因为自己的果酱生意很不理想 当初中果原石的贷款始终还不上 现如今已经到了银行的最后期限 如果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补上欠款 安妮的房子就要被收回 可岂不知 楼下这个赖在她身边不愿离开的男人 随随便便就可以解决她面临的难题 安妮面带愁容地离开银行 看了看见坐在一边的杰克 她还是决定负责到底 仿佛是感受到了安妮的情绪 这次她收了一个地址 这个书店是她工作的地方 趁着杰克洗澡的间线 她找到书店老板 接着老板继续说道 杰克对所有事物都可以做到过目不忘 对电脑的精通程度也罕见有人能 杰克被老板夸得天花乱坠 安妮秒懂了她的意思 她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 对杰克佩服是有 但要是说对她动情 几乎是不可能的 礼貌告别后准备离去 老板问起她的电话 对于杰克的这番话 安妮在得知她的本事后并没有感到奇怪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许久 本以为两人自此就天各一方再也不会见面 直到这个零下三度的夜晚到来 杰克在安妮的果园点起了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